隨著三絲產品越來越普及 兒童近視的比例也跟著增加 醫生提出警告 年幾月細近視 越容易變成600度以上高度近視 將來產生早年性白內障、青光眼 還有視網膜膜離的風險 會比一般人高 小朋友跟著音樂輕輕地 按下眼部周圍的躍道 只要簡單幾個護眼粗動作 就能夠幫助眼睛舒緩疲勞了 隨著三絲產品越來越普及 國小學童近視比例越來越高 根據國民健康署調查發現 國小一年班學童近視率 從民國95年的19.6% 到民國99年已經上升到21.5% 而國小六年班學童的近視比率更高 短短5年從原本的61.8% 標升到65.8% 也就是平均三個小六學生當中 就有兩個人近視 學童暑假期間的視力問題 幾乎都和過度使用平板電腦 電視、手機等三絲產品有關 意思警告年紀越小近視 就越容易成為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視 將來罹患早發性白內障、青光眼 視網膜剝離和黃斑部病變的機率 也會比一般人高 其中更有10%會導致失明 因此提醒家長要預防近視 最好就是叫小孩每天戶外活動2至3小時 用眼半小時就要給眼睛休息10分鐘 讀書寫字保持35公分左右的距離 平時也都要多攝取綠色蔬果 否則一旦近視 視力再也都找不回了 視頻後